好 那另外剛才提到這問題 大家從一般來講從那個 那個確定病例的發病的一個趨勢 確實是也看到好像 這個高峰已經到了某一個點 那不過呢 我們看看說校正回歸以後趨勢的話 他並沒有就是說 這是維持一個差不多一個平穩的一個情況 所以用這兩個來看的時候 我們認為是把這個校正回歸的一些案子 能夠收集的更完全 那對未來的趨勢比較能夠 做一點就是做一個比較精確的研判 那我們希望在這個禮拜 能夠把這些能夠把它陸續把它規定未來 那至於到 在這個是不是到第三級 原來宣佈到5月28號 那專家已經建議我們要延長 專家建議我們要延長這個時間 那我們現在正在研議中